我們今天開始要講17章 17章是個很重要的一章 因為它教了我們一些新的技巧 新的做法 這個技巧說起來也非常好玩 它真的還可以用 而且用起來效果還真不錯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弄完之後 學完之後讓大家有個感覺 因為這位塔塔克比較新的概念 所以我的速度勢力不能夠太快 所以大家大概要均勻會審來聽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17章 17章 OK conformal commenting max指的是一個地 對不對 conformal 我不曉得中文怎麼放 你就把它寫成conformal就好 然後待會兒我們會講一下它的印 用最多用在什麼地方 用在解問題上來 ident function 記不記得我們在挑PPE的時候 它是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面對的那些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們就稱之為 ident function ident value problem OK 叫做 或者是因為它有先知到boundary condition 所以常常我們指的是一個什麼 boundary value problem 比如說各位現在已經學過好幾個 equation 比如說波動方法 你知道你邊界不一樣 起始條件不一樣 你這個脫動的狀況就不一樣 對不對 sodicode 可選也是一樣 你現在不是解的稀里花啦 對不對 當你的boundary不一樣 當你所遭遇到boundary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解就不一樣 何況 你們現在解決的就是單一科的問題 單一科已經這麼脫動了 它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再來 在解定位問題的時候 我們曾經解決了 就是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對不對 那這一些不管怎麼樣 基本上都跟boundary condition有關係 equation很簡單 好像你的接種權 是mission line 中的equation是什麼 就是boundary equation 對不對 在量度裡面看到的是什麼equation 基本上就是shorting go equation 你可以發現這些equation 大家都知道 整個boundary condition 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假設是個boundary condition 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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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看 當然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說 反正像電腦這麼強 就把它丟進去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但是事實上真的 我們每次都要丟電腦 對不對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去做 我最近給我學生做一個很好玩的一個問題 我們量測的東西常常都在低溫裡 那低溫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問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怎麼降溫 降溫很簡單 就把熱量抽出 溫度就下降了 對不對 好第二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你量體溫度多少 這就 加上傷腦筋了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你量體溫度有多少 你說最簡單 就是把熱量抽出 碰到量體的上面 但是你要忘掉 這整個系統都在一個什麼 都在一個針鋒槍體裡面 小小一個針鋒槍體裡面 那你應該怎麼辦 再加上呢 我們以前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做很簡單 我們有個火化界面固 我們有一個低溫系統 它大概就是這樣 OK 下面我就不怕了 這是一個冷卻桶 然後呢 我們怎麼讓它降低溫 你要降低溫 你要怎麼降低溫 各位有沒有想到說 要怎麼降低溫 你說哪一個冰箱啊 我當然也知道冰箱 冰箱是怎麼做的 然後冷氣 冷氣是怎麼把温度下降 有熱機 有熱機冷機 對不對 那怎麼會跑出一隻機出來呢 嗯 但是你可以測試一件事情 基本上原理一樣 你現在把你手放在嘴巴這邊 然後嘴巴張開來 微微的吐氣 請你記住 微微的東西 來試試看 告訴我一下 吐出來的機是 溫的還是冰的 請你不要追著同學 我希望有幾個還行的 好來 再吹一次 告訴我溫度 是溫的還是冰的 冰的 好 現在再做一件事情 嘴巴尖尖的 孔開小一點 然後呢 同樣的距離 把它吹出來 告訴我 現在溫度怎麼樣 涼的 是溫的還是涼的 涼的 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 壓縮 好啦 有人說壓縮對不對 壓縮當然是第一步 我們從嘴巴裡面壓縮 把它噴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 溫度就下降了呢 你一點點 然後還有多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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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呢 我不要用很多東西 我們先講有趣的變動 不錯 OK 記不記得一件事情 假設我把一個東西捲起來 捲起來 記住喔 熱量不能聽說 然後呢 這邊放個鍋膜 這邊放空氣 這邊 真空 然後 我把它 打開 這個鍋膜可能就破掉了 破掉的時候 你告訴我氣體做了什麼事情 當然就跑過去囉 然後發生什麼事 壓力變小了 還有 它的溫度要下降 因為它膽脹 對不對 溫度 因為它膽脹 記住這個膽脹有沒有做工 有沒有做工 沒有 一定有 你們真理學第一天進去 記不記得 真理學第一天進去是什麼 真理學第一天進去是什麼 不要去背那些 只有一句話 能量 手寒 就這麼簡單 一個口袋 是前術手寒 對不對 你媽媽給你多少錢 然後離去約會花了多少錢 對不對 去打鍋賺了多少錢 這個 框框裡頭剩下的錢 一定是這些加壓尖減的 這叫能量手寒 所以 當你有了能量手寒 我們說 你口袋 不 我們說 你裡面的口袋有多少錢 呃 看看 我 用掉了多少 用掉是什麼 付的 錢 看 媽媽給我多少錢 對不對 不就是這樣 但是你 請你告訴我一下 第一個 這個系統 有沒有熱量進出 有沒有 沒有 但是這個系統 當你從小變大的時候 有沒有做工 有 有 有 你從外推的還不做工 誰做工 氣體做工 好啦 他能量損失了 你媽媽沒有給你錢 結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去吃一個牛排 花了兩千塊 請你告訴我 你口袋裡面 錢數的變化是多少 大概就減少兩千塊 對不對 所以他內能要減少兩千塊 減少兩千塊的結果是什麼 內能跟什麼 有關係 就是溫度 2-3KT 假設以 單例子來講 什麼溫度就下降 對不對 沒有錯 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一個覺熱膨炸 溫度一定要下降 覺熱膨炸 那你說我剛剛用吹 沒有覺熱啊 覺熱什麼意思 來不及也叫覺熱 我明明現在就要帶我了 另外一半去吃飯 我口袋只要五百塊 這一餐要兩千塊 媽媽的錢還沒有進來 你說發生什麼事情 你當時要脫褲子 對不對 你在那邊幫他洗碗 OK 沒辦法 OK 所以來不及也叫做覺熱 OK 所以這個時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覺熱膨炸 溫度就下降 所以冷氣 它就沒有冷 他把它加壓之後 誰喜歡加壓 老師對你加壓 你高不高興 當然不爽啊對不對 就會把氣的全身發熱 對不對 你這樣把熱量帶走 所以冷氣外面 都要一個室外機 把熱量送走 送走之後 加了壓力的這個氣體溫度 就差不多室溫高一點點 然後突然間經過很細細的哭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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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噴出去之後 在冷革管裡頭 你要是仔細聽咯 冷氣剛剛開的時候 我就聽看到哭嘶嘶嘶嘶嘶嘶聲音 很快就聽不到 對不對 這個聲音噴出來之後 溫度就下降 溫度一下降之後 你管子再通過 空氣通過管子 熱量就被它帶走了 欸 噴起來 進來的空氣 溫度就很低了 對不對 很棒 但是我們要降到幾度 我們實驗要降到幾度 OK 不要降太多 降到10度可以降 10度可以告訴我溫度幾度 零下高到263度 對不對 我們這個人沒能不能降到這麼低溫 你噴的空氣 嘴巴弄強一點 OK 告訴我 手會不會節動 你很強或許會 對不對 但問題是 你噴出來的水溫接點幾度 零度 零度還能不能像空氣一樣噴出來 不行 那個時候叫冰塊 對不對 你噴出冰泡泡出來 不是 好 你說我口裡面還有空氣跟二氧化碳跟氧氣啊 你告訴我 它們幾度之後就凝結成液體呢 氮氣幾度凝結成液體呢 77度內 你能不能降到比77度內更低呢 不太暖 冷淡 冷淡 所以這個時候你能夠用淡淡冷煙嗎 不行 能不能用這個冷氣裡面的冷煙 不行 因為那個到了40度 零下40度氣 就減冰了 都變成冰塊了 你還要降什麼溫啊 那無法壓縮也無法帶動 沒辦法降溫 所以一般這個呢 都是用的嘛 用氦氣 氦氣在4.25k以上都是行的 OK 所以氦氣可以 好啦 現在有個問題啊 這氦氣要是一凝結 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 一降噴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 溫度還沒有很低了 等一下 水就丁結上去了 對不對 最能快的 我的氧氣上面結了一層冰 溫度一些 教醫師講 教導後來呢 教導我77度可以下 空氣裡都氧了 蛋 同樣都凝結上去 它變成一個吸塵器 把空氣全部都吸上去 對不對 就最後我的學生 沒有空氣 然後就死在裡面 就活了就畢業了 死了就甩 抬走 那不行了 所以怎麼辦 真正做的時候呢 要把裡面的空氣統統抽掉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把它抽掉 不抽掉你怎麼加工 你告訴我什麼加工 它就變成一個抽氣機 OK 好啦 你把它抽掉 抽了就沒有空氣了對不對 然後呢 我在上面做一個平台 把我的樣點呢 貼在這邊 那些問題它怎麼降落呢 其實我這邊呢 你會聽到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Piston叫做什麼 火塞 然後叫做火塞 它會一直拉 上去一下 噴一下 噴 噴 這樣一直噴 然後一直帶走 一直帶走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邊的溫度就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好啦 下降的意思就代表 熱量要帶上去 那你熱量上我家一直帶 它可以降到很低溫啊 對不對 前世間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你有什麼熱量會進來 這個時候有沒有空氣在裡面 沒有 所以有沒有傳導熱 沒有 有沒有對流熱 沒有 只剩下一個 叫做什麼 輻射熱 你看看 小學生都會了 對不對 多麼簡單一件 輻射熱就一直進去 而且輻射熱跟著溫差的四倍 會把四次方成這樣 所以溫差越大 進去的時間越大 你要一直把它帶走喔 好 緊接著問題和問題 那你告訴我樣子幾度 你無腹肌要怎麼呢 無腹肌你能不能把它貼在上面 就好像你去兩根肚一樣 對不對 射頭下面 夜我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或者是貼在上面 你能不能這樣做 假設很大的樣品可以 假設你的樣品的大小 比如說呢 我們的薄膜做完之後呢 做成小小一條線 這條線呢 大概呢 由你頭髮的十分之一出 OK 大概有一個mm的長 請你從上面接四條線過來 然後呼吐筋你要埋在那邊 呼吐筋你要埋在那邊 當然沒辦法齁 那這時候怎麼辦 只好靠信心 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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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邊兩個溫度跟它一樣 那你要好有信心喔 為什麼呢 縱使它量到這個界面的溫度 跟這邊界面的溫度一樣 那只是界面啊 我的薄膜是在上面 這邊啊 那我怎麼知道一樣 那這個就算了 差一點點了 差一點點沒什麼差好 OK 假設你這麼有信心 那應該的話 對不對 所以我要量電腦的時候 怎麼量 量電腦 通個電流去量電壓嗎 我可不可以通很大的電流 因為它電壓就很大 然後來啊 可不可以 不行 一通這個東西 一發熱 它跟後面的溫度 差多少 對不對 就不行 就要用各樣的技巧 我就衝那邊啊 衝一下 然後就不通了 通個這個數據 我量一下 就好 好像很不錯 對不對 這樣它來不及發熱 我就把它量完 那現在你有沒有問題 這樣源源不絕 四面八方進來 這邊一直抽氣 你告訴我 這個東西會在很溫嗎 溫度都會一樣嗎 哪邊低 拇指的地方低 還是手上面手指頭的地方溫度低 哪邊低 當然這邊低 這邊怎麼樣 高 那你告訴我 我擺的這個位置 要是跟這個位置不太一樣 或這個有點滑下來 那你告訴我 你兩把溫度會一樣嗎 又不一樣 那你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設計了東西 我把這個呢 攤成正面 假設這是一塊板 下面呢 不要熱量一直把它縮成 好 這下怎麼辦 上面一巴掌 輻射熱一直 一直進去 輻射熱你又打不準 那就代表上面溫度高 下面溫度低 那我要讓你大一點 那點的歪 上面溫度高 下面溫度低 你曉得 上面溫度高 下面溫度低 會有什麼事 你知道嗎 你告訴我 上面溫度高的地方 電子是不是比較喜歡動 下面很喜歡打籃球 對不對 那冬天在北極還打籃球嗎 除非你是輸了那個學校 有沒有 平下30度級 哇電氣好到不得了 直接去打籃球 當這兩個溫度差不一樣的時候 上面的電子很喜歡動 下面的電子比較不喜歡動 它就產生個定位差 就開始產生個定位差出來 對不對 上面一直往下面擠 下面都被擠了 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氣炸了 電位差就開始產生了 那你量的電位差 是我剛剛要通電流的電位差 還是這個溫度的電位差 那我現在量溫度 大概算 算哪一點的溫度呢 哇 這下麻煩 講說溫度很規格 像超檔 這溫度一過去 啪 電子就變你 它這個區間很窄了 那你就會做得非常精確 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想一照 我在這邊呢 切一條線 切一條線呢 讓這個地方呢 可以這個樣子帶走 這個地方呢 也有這個樣子可以帶走 那我有沒有機會讓這某一個區塊 可以達成一個溫度比較均勻的狀態 也更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設計了 這個縫要怎麼繞 像說這個樣子 這邊當然很容易拉下來 這邊還要跑這麼長的路 你都知道這個 拉下來也是很快 那這樣好了 我把挖的這個動作 縮小一下 讓這邊不太容易出來 這邊還可以比較容易打 所以平衡之後呢 讓上下拉走了 力量一樣 中間就比較好 對不對 這個就好像當初在學靜力一樣 我就說 我就覺得心電很不平衡 根據牛頓力學 Submission F等於零 加起來結果就代表 這個沒安靜 對不對 他沒有遭受到任何力量 回扯 你們看五個馬分屍 五個馬 四面巴拉拉拉 力量的力量對不對 然後這個人就覺得很舒服 沒有力量 他一掛起來 馬上 頭啊腳啊 通常都拉了四十多次了 對不對 就睡覺 所以呢 假如說我能夠達成一種力量 上面抽走了 下面抽下來 一種平衡 四左中間分度可以比較好 但是你告訴我 這個equation好不好練 非常容易練 各位已經學過熱方程了 對不對 你都已經學過啊 熱方程是什麼 熱傳方程啊 左邊是空間的幾次微分 兩次微分 右邊是時間的幾次微分 一次微分 就這麼簡單一個方程師啊 誰不會解 我來解解看好了 看到這麼複雜的形狀 這怎麼解 這編輯條件怎麼定啊 都是一大問題耶 你定得出來 你也解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只好 把這個功課呢 我的學生畫好設計圖 用autotel畫完之後 就丟到高雄大學去 一個做理論的老師 他有學生 然後就送到電腦上面去模擬 OK 模擬完 我們再變一變 然後看看模擬 OK 希望從這個變來變去 找到一點點感覺 能夠把這個設計出來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東西啊 你都很喜歡丟給電腦出來 很多東西你希望 馬上對它有個開局 那這個時候怎麼反應 這個時候我們這個 就開始產生一個很好的方式 請問一下 OK 記不記得我上次講過 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知道嗎 有時候常常會看到那種鏡子 變形的鏡子 對不對 好希望我來瞄瞄 我就站到那個鏡子上面去 哇 你看我跟竹竿一樣細的 你看看 我放 對不對 我身太瘦了 我希望胖一點 我就倒一個鏡子前 我就變得很胖 我們能不能怎麼樣 透過某一種方針是 把這個東西變形 我指的當然不是變形金剛 對不對 那我把它變形 變形完之後呢 物語系統的特性沒有改變 導致於我們在這邊解到的結果 能夠拿回來用 欸 那竟然不是很好啊 對不對 這就好像怎麼樣 我們很早以前在教 Laplace的時候 在叫Fuller Transform的時候 我們常常跟各位同學講一件事情 你開車開到讓你撞到一顆石頭 不知道 前面有顆石頭掉下 你開不過去 你要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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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繞道啊 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那是Transformation 它可以讓你繞過去 所以老實話是最漂亮的一件事情 把你威風方針 連力的威風方針 它轉成一個蓋樹 連力的啟合代樹 那麼誰不會請 佛杜山就會請 結果再把它送回來就好 但他這邊告訴我們 有些時候內招也行不通的時候 你可以變形 OK 就好像說 你真的開到一段 發覺 哇不行了 為什麼呢 現在前面的石頭太大了 我開的是一輛超小型的 兩輛摩托車兵起來的汽車 OK 那不然用力撞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變形 變成什麼 變成我是個巨無霸 那石頭呢 是一個小小的灰塵 吹一下 把它吹走了 然後我再變回來 開過去 這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嗎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呢 這conformal mentality 就要做自己的事情 要告訴你 在某些中國界 你很難解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把它變形 變成我很熟悉的一個問題 導致我解它非常的容易 解完之後再變回來就是什麼 OK 很棒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現在要告訴大家 他入什麼變形了這個生 OK 讓大家去救一生 變形了功力的問題 所以你看看 因為這個生態太複雜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靠變形 很快的把它解出來 我知道很好變 但是有的東西 你可能不會很複雜 但是在解的時候 真的是不容易 那這個時候 變形就能拿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有力的地方 OK 好 好 那我們來開始介紹這個變形的時候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 也不是介紹 把先前講最開始最開始 你附近你開始講的東西 再講一次 我們說我們有個 Z的空間 這個空間呢 我們稱之為複數的空間 因為呢 我們可以定義的橫坐標 是十柱種 重坐標呢 是虛數的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很快就學到一個叫做Function 這Function當然你可以把它寫成說 它是一個W 我們就把 透過這個Function運作之後 相當的讓你變形 變形完之後 你就從一個什麼 Compact Z空間 進入一個W 當然我們這樣子成功了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知道嗎 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可以寫成為這樣子 這個就可以寫成為這樣子 或者是 簡化一點 U加上I 假如說 我們當初說 Z 可以定義一個空間 實數 就用實數走 虛數 來用虛數走 當W 是不是可以定義一個W的空間呢 用同樣的技巧 實數 實數 就用實數 實數走 橫走 就用實數 重走 就用虛數 嗯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 這個在代表我們從Z space OK 這是我自己稱呼它 這是W 我們呢 就可以在這裡面 轉換生分 轉換過去 再轉換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情 同樣的我 同樣的我 Z空間 我可以轉換到各式各樣的W空間 Depends on Function 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當然你不希望轉變過去之後變得更淡解 沒有人喜歡這個樣子 你要想辦法讓它轉到一個空間 很容易處理的問題 假設可以 太棒 OK 好 這個概念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聽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這一張空間 沒什麼東西要講 它就只是想講這件事 但是 要問一件事 我怎麼知道怎麼轉過去的空間 會變成我方面的空間 我怎麼知道我今天要變成什麼 才可以 對不對 不管是中國神話故事 或者是這個西洋的故事裡面 常常都有鬥法 對不對 你變成什麼 我就變成什麼 對不對 你變成打相來猜 我就變成一隻小老鼠來嚇你 對不對 然後你馬上變成一隻貓 我馬上變成一隻狗來追你 哇 好爽 變來變去 我怎麼知道我要變成什麼 對不對 想生一隻大象在前面 我變成一隻老鼠來嚇你 結果抱歉 那隻大象是也弱勢 所以它看不清楚的時候 已經先把老鼠拆掉 看好了 它不是倒楣嗎 對不對 好 或者是它什麼都沒看到 它一回頭 拉出去泡 就把它蓋住 呵 刺激了嗎 那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們呢 先做一件事 先把幾個簡單的方式拿來試試看 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們從這個特色裡面看到 能夠找到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能夠讓我們 揮納出什麼樣的方式 OK 所以以前呢 我在上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很感謝我那個老師 我那個老師是數學系的老師 在教我們硬水 OK 所以各位啊 一二三次所學到的東西 我們一年之內就從頭都交往 OK 那它在講這個的時候 它也很有感覺 為什麼很有感覺呢 因為它正在追一個女孩子 你知道嗎 它想要跟這個女孩子說 它們兩個是天生一對 它不曉得應該怎麼做 沒有感覺 那這又沒有電啊 沒有感覺 它想做一些事情 把它的照片 經過conformal mapping之後 轉換成它女朋友的照片 你知道嗎 就告訴它 你看看 我們兩個呢 可以做得多麼漂亮 一個inclusion 就把我們兩個連接起來 這是它的比賽的姿勢 那就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終於找到這個方式 OK 把它的形象 轉換成她女朋友的樣子 現在電腦做起來多快 現在機械按一按 變回去就好 但是當時沒有啊 我不曉得它最初都會沒有 我聽起來非常romantic 對不對 又有點瘋狂 我跟你講 romantic的意思就是 一點都不理性的意思 OK 不然的話 哪叫romantic狂 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 一個簡單的意思 OK 假如說我們有個方選 它是什麼呢 很簡單 Z方而已 就是有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OK 那我們呢 必須來解決它 目前呢 左邊我們先用這個 直角座標系統 OK 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這樣子做 我們Z是什麼 Z space是什麼 Z的本身就是X再加上Y而已 沒有行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的W space呢 它所代表的是什麼 它所代表的就是Z的平方 Z的平方是什麼 不就是這個的平方嗎 那這個就是X再加上Y的平方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F空間裡面的座標是U跟V W空間裡面的座標是U跟V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寫成 這個叫U再加上I V V 那你終於知道 U是什麼 它就告訴我們 U會跟X 進化分間到Y V會跟2XY OK 所以呢 它就告訴我們 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轉變 好 這是什麼轉變 不太可能 OK 但是很幸運的是 我們Z不懂事實 我們不懂得懂事實 所以下面這邊呢 我要來用Polar 我們說呢 我們的Z space 可以寫成Z 等於R Exponation I V 對不對 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的W space會怎麼樣 會變成W 等於Z的平方 那根據這個示範的 R平方 Exponation I 2V 好了 那現在你用R跟V 來代表 S空間上面的認定點 那 因為你是Polar form 用集中標的形式 那我在W空間 是否也要用集中標的控制 我就把它寫在 它能夠代表 大R 乘空間 I 大V 可以吧 同樣的形式嗎 好像這邊XY的時候 我就說 這邊是X 這邊是Y 這邊就是U 這邊就是V 我只是這樣講講 那麼假設呢 我是R 抱歉 R Exponation I V 那我可以把它轉成為 大R Exponation I 大V 沒有人說不行喔 Right 那要是這樣一轉換 它馬上就告訴我 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 這個大R呢 是怎麼樣 R 大V的 兩倍的小V 也就是它告訴我一件事情 因為這兩個形式一樣 形式一樣 所以告訴我說 這一邊的小R 就轉換成這邊的大R 就變成R的V 這一邊的小V 經過上面這個方式之後 轉換到這邊的大V 是二的V 這個好像比較有一個問題 有感覺喔 那我們來看看 這裏都會有感覺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畫一個 XSpace的形狀 先畫一半 OK 假如說我這邊有個圓的東西啊 比如說是這樣子 我這邊畫一 二 OK 這是一 這是二 然後呢 這是1.5 1.5 然後呢 我在這邊呢 選擇一個角度 一個角度 那 我感興趣的是中間這一方 假設是這樣 然後轉換過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以這一點來講 以這一點來講 藍色的這一點 我怎麼畫的藍色的臉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看看它轉換過來的變成 對 那我看看它轉換過來的變成 這邊我一樣用R 那 反正就是XY 我一樣用來表示 假設這個的半徑是R 這邊是1 那 1的平方 也叫1 所以你會得到1的 這好像畫的不太好 畫小一點 假設1在這邊 我這是相對的位置 我現在還沒有去計算它 第二個這個是1.5 1.5的平方是多少 2 2 5 5 5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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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這個是2 這個是3 大概在這邊 大概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相當地說 我們這個呢 位置呢 會從這一邊 跑到這一邊 假设这个角度叫做θ 30度 先把它切开 这个叫30度 那这边转换过去又变得多少 这边60度转换过去变成120度 那我画的不是很好 那是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这个转换过来呢 变成这一个空间的大型 对不对 他就可以这样变过了 那就相当我将这个小小的一个扇形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扇形 本来是在这个角度 我现在转换到这边 对不对 你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感觉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看 但是这个呢 其实我现在的转换是什么 这一平方 好 好 我们现在在维持这一平方的转换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块 假设有一个锤子的线 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地方呢 S space 把Z space 假设是一套锤子线 假设有一个锤子线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就代表是Z space 在这边 W space 在这边 中间的转换 Z临方 写在这边 所以呢 Z会等于X 再加上I Y 现在既然你是Pradical Y 你告诉我 Z要怎么写 等于某个X等于某个C Y呢 有没有Y 有没有 对不对 Y呢 我先把它写下来 可以从0 变变变到负如从大 或者是从0到负如从大 管它们所有的Y 通常可以管也没有Y的命令 所以我只要写 X等于C 加上 对不对 Y呢 是AnyY 好吧 我先把它写下来 好 那么现在呢 这边 这边会变成什么 还是Z临方 好吧 我把这个拿来取Z临方 好吧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变成C临方 减掉Y临方 再加上I 2CY 要这样 这个 就是U 再加上I V 所以像一来是不是马上告诉我们 一件事 U会等于什么 C临方 减掉Y临方 V 会等于什么 2C 1 对不对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 比较难做一点 但是呢 这个看起来不太有感觉 但是我可以做 经过的操作 你把V 取平方 V临方 所以等于四倍 增上C临方 再增上Y临方 Y临方 是什么 这边有Y临方 所以我故意要把V临方的意思 我要凑个Y临方 所以Y临方 是不是会等于C临方 减掉一 对不对 所以等于4C临方 叫做C临方 减掉U 这样一来就相当 我会得出一个U跟V的函数 OK 它是什么U跟V的函数 画画看就知道了 OK 我们来画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画一下 空间都没了 把这个写在里面 好 好 我们从这边来开始 X 1 对不对 这样 好 假设C等于 1 1 1 所以你会有一条线 这叫C 这叫C 那我们找几个点来画画看 对不对 找第一个点 可能是比U不见了 第一个点 就是这个 好 这十星辰 这个点 X等于Y等于多少 X等于Y等于0 对不对 蓝色的这一点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边再画一个图片 X等于1 Y等于0 X等于Y等于0 X等于Y等于0 X等于1 就代表C等于1 所以U等于1 没有错 U等于1 这是1 OK 我就有写 好 我再找另外一个 X等于1 这一点是X等于1 Y等于1 假设是这样 好不好 X等于1 先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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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等于1 带进去 C也是1 E等于1 减掉1 所以得到0 所以B等于0 所以是这一点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E等于1 已经算了 也就是说 我在这边做个草稿 X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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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于1 会对应到 V等于1 它一 好 第二个 1 E 会对应到什么呢 E再进来 C等于1 Y等于1 E0 减掉1 结果等于1 V會等什麼? 真心等於0,U等於0 1-0,等於1 1乘上1,又是1 1乘上1,4,得到4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得到 1,2,3... 呃...同化 換取好一點 假設這個叫做4 那它是不是跑來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我們再做下面一點 這一點呢,叫做3,9 這應該是2的 哦,因為這個是平方嘛 對對對,謝謝 好,假設這個叫做2 可以嗎?因為U是0 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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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但是B是平方 所以可以看它說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呢 這個點是什麼? 這個點是1-1 好,1-1 管它的 1平方是1 減掉負1的平方也是1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是0 0 好,再到這邊 0 所以1的平方 欸,結果4呢 可以是正2 或者是證明的正乎2 對不對? Right V可以是正4 或者是從這邊算 不知道我們幹嘛算 算這麼多 我從前面這個四值來算就好 從來這 從來這 11 11 11 就是C.1 Y.1 所以乘加是2 C.1 Y.1 Y.0 -1 乘加是0 嗯,這樣比較明確 所以這邊得到一個-2 2點在這邊 2點在這邊 假設你把它每一點做完 你會發覺它是一個拋鋪 超左的鋪 假設你有另外一條鋪 是在這邊 這邊也是1 負1 是負的 X是負的 也就是說 C的你負 所以第一個呢 會得到什麼 負1 負1 Y的給0 負1 負1 的0 負1 負1 1-0 又是1 對不對? 欸 這樣算起來怎麼用不一樣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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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錯了 OK,負1嘛 對不對? 負1的意思就代表 X等於負1 C就等於負1 所以負1的地方 1-Y 又是0 所以它會得到 1-0 也是1 我找另外一點 畫XX 這個是負1 1 等一下 但是這邊是不是 沒有錯 另外一個 B也等於負1 好 另外一個呢 1-1 負1的 平方等於1 剪掉 1的平方等於1 那也是0 X U要等於0 欸 不對不對不對 對吧 U等於0 我再上面寫一下 下面一個是負1 0 會得到 1 1 OK 負1 1 會得到什麼 負1 減掉 1 哇 負1的地方 還是0 負1 下面這個 1 負1 乘1 負2 它得到是負2 得到的是負2 最後是在這邊 好 另外三角形就是這個 那個是什麼 負1 負1 它轉換過去了 負1的平方等於1 減掉 負1的平方 也是一樣 所以是0 兩個負的相互 變成2 所以它變成 這一個 欸 只要你發覺一件事情 左右兩邊 都是同樣的 曲線 只不過 跑的方式不一樣 右邊這條呢 由你往上跑的時候呢 假設如果是寫這一條 我是寫上面這個 相當於 這一點 轉換過去呢 以拋物線往這邊跑 左邊也是從0 往上跑的時候呢 相當於這個拋物線這邊 往下 對 對不對 但基本上 都是同樣一條的曲線 OK 它是跑的方向不一樣 但是是疊在一起 所以呢 緊接著想是你畫 旁邊一條叫做2呢 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它會變成2的拋物線 比如說2 2 4 減掉0 所以它是4 它會有一個拋物線 在這邊 所以代表一個 Vertical Line呢 它會出現一個拋物線 開口朝向左邊 不管意思哪一個拋物線 對不對 好 那我就很好奇啦 那假設我現在更近一步 那Horizontal Line 會發現什麼事情 OK 水平線會發現什麼事情 水平線的意思就是 什麼意思呢 Wire 一個Constant的方形呢 我們叫做K號 好不好 那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水平線會發現什麼事情 到我們的Z space 什麼樣子寫在 Z space 我們用Z等於X 再加上IY 現在等於X 再加上IK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 X Y 假設我有一條線 等於Z 那是不是 Y永遠等於E Z等於K 但是X呢 可以從0變到正部中大 不會從0變到正部中大 不會從0變到正部中大 全部都可以任意 所以我們就先自己做 那我們能找 Space會變成什麼呢 我們這邊的轉換是什麼 還是一樣 位置的一樣 Z平方 還是位置寫 那Z平方的意思 就是代表 好 這邊要寫成為 X 再加上I K的平方 當然結果就等於 X平方 減掉K平方 再加上I 乘上2X 這個要等於U 再加上I V 所以很快的 它告訴我 U呢配寫成X平方 減掉K平方 V呢配寫是怎麼樣 2XA 這個形式配右邊好像 對不對 那我們看來它怎麼對照 OK 好來 第一條 我們這邊 然後我們把中間這個叫做 這邊 中間這個叫做 我們先用藍色的 好 藍色的 那我們這邊呢開始來的話 同時 這個叫做 U V 好 所以我們轉換一下 X Y 轉換到 U V 然後變成什麼 X 現在 現在 三角 藍色那一點 X等於 0 Y等於1 是不是 X等於0 Y等於1 X等於0 Y等於1 那就是0 Y等於1 這個K等於1 叫做-1 V呢 X等於0 那包圈 你成長管理什麼東西 通常都是0 它會知道 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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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抱歉 好 現在呢 我們再往右邊的這一個 畫叉叉的這個 這是X等於1 Y等於1 轉換完之後 X等於1 1的平方減掉 Y也是1 就代表K等於1 1的平方也是1 減掉1等於0 下面是2 乘上1 乘上1 8等於2 0 2 這都會變成 U等於0 V等於2 2 那再來 下面這個地方叫做三角形 X等於-1 Y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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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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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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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边,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线 怎么跑到这样的好像哪而已? 最好玩的是,X在Z空间的垂直线 现在变成一个抛物线,开口朝向 U的左边 在Z空间是一个横的直线的时候 转化完,变成一个抛物线朝向U的正方 原来他给我经过,这么样子的一个转化 哦,V V OK 这样子的转化了解了吧?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我只要用一个简单的Z地方 它转化过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假设是从角度的眼光来看,好像可以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一条直线 垂直的直线,跟一条横的直线 转化过去呢 诶,又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OK,好,所以这边可以让我们看得到 它对应的点 它对应的方式 是右手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恐慌慌呢? 我把上面这个数字拿掉好不好? 我把上面这个数字拿掉好不好? 是一条好 我把上面的封锁 是一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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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好 一 point oriented curves 一 point oriented curves 一 point oriented curves 一 point向前 一 point向前 假设是可控的 其實他會加上特殊的鼻子 那一定是告訴我們轉換有多種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轉換都有怎樣的可惜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很喜欢买一个物理转换到另外一个物件之后,另外一种形式之后呢 它的很多物理特性能够维持,要是转换过去不一样,它遵守了另外一个电阅员 那这样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条件转换过去会一样呢? 所以我们希望转换过去之后是一样的东西 那假设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撑住了肯封 或者是我们不要讲这么复杂了,我们就说conformal,conformal magic指的是说 当你转换完之后呢,你这个曲线的方向,我不要说它的曲向跟 这些曲线本身的曲向,不管是在它的大小上面,或者是在它的感觉上面 都怎么样,都要一样,我打个很简单的地方,OK? 什么样的地方呢? 比如说有点表现,再来是space 这边是space 这是wspace 这边是夹角,这边有点表现 这个是c1,这个是c1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夹角 叫做r 交接的点呢,叫做z 它转换完之后可能稍微有点变了 假设它变成这样 这个呢,变成为c1 star 这个变成c2 star 那它们的角度呢? 还是微转 或者是某一种 记住,它未必是一定的亮 OK 好,抱歉 它这边指的亮的一样一样 所以假设是这样的转换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你的曲线 对这个角的,在这个点 在这个角度的曲向 比如说我们这个曲向是 沿着这两个曲线交叉点往外转 那这边也同样的这样的曲向 那这样,我们取向两个曲线之后 往外的夹角 那么这两个夹角 一定要一样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称之为formal mapping OK 那你告诉我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叫做conformal mapping 这个叫做conformal mapping 很明显 不过这一大脚 转换过去变成2tw 你告诉我两个一样吗? 一样才怪 对不对? 所以z平方 是不是conformal mapping呢? 一定不是 OK,一定不是 但是有没有可能 有些东西呢? 它的这个 怎么讲 它在很多地方是conform 但在某些看出里面 才不是 有没有可能 当然 OK 当然 好 那 我们这样怎么来探算 什么样的mapping 会是conformal 什么样的function 能够带来 conformal mapping的这个个性呢? 我们怎么知道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个另一个 OK 我把这边擦出来 好了,把它洗那里 等一会面 我把这边擦出来 好 好 不 好 有 对 我把这边擦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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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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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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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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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